在某一档综艺节目里 曾经做过一次有趣的实验 一名男生进入了电梯 但是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 皆被向电梯门站立 通常乘坐电梯时 都会面向电梯门口方向 但此时仅实验对象一人 面向电梯门 那名男生在观察了周围之后 慢慢地也背向电梯门站立 这导致最后的所有人 都背向了电梯门 这档综艺就是重现了 美国的心理学家 所罗门·阿希 于1962年在纽约进行的 电梯实验 虽然我们会认为 如果是我 我就不会背向电梯门 但如果真遇到此类情况 大家会做出何种反应呢 我们在进行选择时 因为对社会规范感到负担 所以服从多数人意见的情况 叫做同调行为 这种情况在没有规定的正确答案时 更会凸显出来 但令人惊讶的是 在有明确的正确答案时 也会出现同调行为 而所罗门·阿希著名的从中实验 恰好证明了此观点 他给七个人出示了两张卡片 其中一张画有标准线X 另一张画有三条直线A、B、C 第一张的长度 明显与第二张三条直线中的一条等长 阿希让他们判断 X线与A、B、C三条线中 哪一条线等长 但参加实验的七人当中 有六人为事前安排好的实验合作者 而且把真实被试者安排在最后回答 最后实验表明 75%的被试者 在实验中听从了实验合作者的错误判断 只有25%的被试者 从头到尾都坚持着自己的判断 实验结束后 阿希对那75%的人问道 为什么会选出错误的答案 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判断出错 或者认为自己的视力出现了问题 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意识到 他们的同调行为 就像实验结果表明 一开始就算选出了正确的答案 只要别人选出其他答案 那么最后也会听取多数人的答案 之后阿希又通过各种实验 发现了更有趣的事实 第一 在只有两个人的环境时 不会出现同调行为 第二 三人说出错误答案时 同调行为表现得最为明显 第三 在这三人中 只要有一人说出其他答案时 被试者的错误率 会降低25% 第三条告诉我们 为了让同调行为凸显出来 其他人的意见 必须高度统一 像这种同调行为 以集体为单位发生的情况 被称为从众心理 只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 在判断认识上 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 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 这时我们会根据情绪来判断事物 而不是理性 心理学家认为 人们的生存本能导致了从众心理 即人们会根据各种社会关系 来避免危险或得到帮助 因此会认同多数人的意见 并进行集体行动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从众心理呢 大部分人对从众心理这一词 有着失去自知力 进行非理性的集体行为等偏见 索罗门阿西也是根据自己的实验 担忧地说道 就算是智力超群的人 也会根据环境 把黑色说成白色 其实从众心理一词 就是一把双刃剑 根据对其理解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结果 发生在周世气和近现代的 猎杀巫女 纳粹 法西斯等等 就是从众心理的负面案例 这些都是不怀好意的某些事例 利用了从众心理导致的悲剧 再如 近几年随着网络的发达 网络上胡天盖地的假新闻等 都是错误地使用了从众心理而导致的案例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 也有正确使用从众心理的案例 像韩国的三一独立运动 四一九革命 金融风暴时期的现金运动等 都是正确使用从众心理的例子 在如 韩国西海岸漏油事件时 自发性地来到韩国泰安郡的志愿者 都向我们展示了从众心理的优点 营销也是由领导人和伙伴 等各种人组成的人际关系网 所以只要有正确的从众心理 那么就会展现出无穷的力量 相反 如果是错误的从众心理 那么就会对个人及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因此 如何使用从众心理 关键在于明智的领导人与领导才能 只要领导人带领伙伴走向正确的道路 那么从众心理就会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